好,我先這個單元介紹 其他物質進出細胞的方式 那首先我們來想一個問題 這個物質是如何通過細胞的呢? 它是要經過什麼構造? 通過我們說細胞最外面叫什麼? 細胞膜,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要通過細胞膜的認可 因為細胞膜會不會隨便便讓東西進來呢? 其實它不會,它會管制物質的進出 所以通過細胞膜 因為細胞膜它會控制物質的進出 就像你們從學校的大門進來 它就會管制,哪些人可以進來? 不能進來就要換證件 學姐要換證件 所以通過細胞膜,因為它會控制物質的進出 好,所以你要經過細胞膜的同意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知道,要經過細胞膜 那第二個要怎麼進來呢? 刷卡滴滴才是進來 我們剛剛看的影片有些物質直接穿透對不對? 但有些物質要怎麼樣? 要走通道才可以怎麼樣? 進去 要密度通道 要固定的通道 就像我們去出國對不對? 或是你要入關 海關 有一條路是給本國人走 有一條路是給外國人 或是有一些是給VIP走對不對? 你就不能走對不對? 或是有一些像是外交人員 他們可以直接穿透 所以細胞膜一樣,它有管制 而且它的方式呢 課本剛剛幫助我們 他們主要的方式是透過什麼呢? 什麼作用? 經由擴散作用 擴散 擴散作用 好,所以今天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我們要認識細胞膜 第二個我們要知道什麼叫做擴散作用 好,什麼叫擴散作用 我先給它一個定義 所以第二個擴散作用的定義 課本請同學把那個定義念出來 在第二段課文的第一句話 擴散作用是什麼? 來,把它讀完好不好 擴散作用是物質 有高濃度 往低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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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均勻分布的現象 好,所以課本要說 第一個它是由 高濃度 很高很高的濃度 往什麼呢? 往很低很低的濃度 最低會要多少? 最低就是沒有濃度 往低濃度怎麼樣? 移動 直到什麼呢? 直到它怎麼自己? 直到均勻的分布 而且不斷的移動 其實就像均勻它還是在移動 直到均勻的分布 這個時候也叫做動態平 它的原理就是高濃度往低濃度移動 就像水會由高往低速 所以高其實它的代表就是它的位能 我們以後學到的位能 就像你去水上樂園 你到很高很高的滑水道 然後高的步驟這樣 啊!掉下來對不對? 啊!掉到那個低濃對不對? 那請問這個過程需不需要耗能? 你不用說你只要滑下去地 掉下去對不對? 所以它是由高的步驟從低濃度 你們不會這樣子嗎? 好,讓我們做個實驗 我們回憶一下 啊! 好,我們做個實驗齁 我現在手上有一點皮 綠油筋 綠油筋 好 好 讓你們感受一下 擴散作用 好,來看一下 我現在把它滴在手上面 然後這個遊戲方就是 同學你聞到味道就立刻舉手 就不要放下來 好,我現在塗上去了 有聞到舉手 你也太怪了吧 你也太怪了吧 有幻覺嗎 有真的聞到 很濃的味道 你才舉手 我聞到 好,舉手 舉手,舉手不要放 有聞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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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個電扇關起來 不然這樣會影響 不要放 先暫時放一下 好,來,有聞到舉手 舉手 好,不要 舉手就不要放 舉手不要放 好,聞到舉手 舉手 舉手 舉手就不要放 我... 那你只聞完又沒了 那你只是換句 那你只要換句 我比一山 沒有聞到 有沒有聞到 舉手就不要放下來 我們要看那個擴散的現象 你只要換一個擴散的現象 你有聞到就舉手 好 你只能聞到就舉手 你只能聞到就舉手 我自己那麼聞到 這邊呢 有聞到嗎 只是黃黃坤坤的擴散力很強 對 好,要講 好 有聞到嗎 有聞到嗎 好,請放下 如果是一個理想狀態 就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用電扇 其實應該是 最早聞到是哪些人 前面 前面對不對 它會一圈一圈慢慢怎麼樣 擴散出去對不對 因為 那個分子 因為我的手上的濃度很怎麼樣 高 高 那你那邊的濃度很 低 它會由高濃度往什麼 低濃度 好 所以同學 如果我在這個教室裡面呢 好 我在這邊 綠色代表綠油精 這邊是很濃的綠油精 這個手上都是綠油精的分子 好 它一開始呢 在這個角落 可是 在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會從那個角落怎麼樣 他會從那個角落怎麼樣 結果慢慢的散步在哪裡 一圈一圈怎麼樣 最後就整個房間都怎麼樣 都是綠油精的分子 對 但是你要看一下空間 對 看一下空間 如果我越熱的話 越快對不對 如果我加電散的話 就會怎麼樣 更快 但是也很容易被吸激 對 會被吸濕掉 沒錯 只要有人放屁 就趕快把電磨這樣 對 所以呢 有人放屁一定是誰先聞到 是你 前後 你要在前後左右對不對 好 就是慢慢扣散 所以你們可以推算出誰放屁 只要從那個圈圈擴散的數據 你就知道反推回去就是 就是 就是 那個 錯誤了 還有什麼時候也有 所謂的擴散作用 那個最近不是中秋跑路 罰兜那個太醜 但是 罰兜的東西 啊 病毒也是一樣的 病毒有什麼 是他嗎 可受病毒 好 還有那個啊 對 除了防腦 噴霧機之外 還有像是烤肉 有沒有聽過句話都說 一家烤肉 換一家 為什麼一家烤肉會 全部都香 因為會破散 對會破散 你就會要用專門的 你不要說以後會有燻 不要說 因為破散作用 因為破散作用 還有那個 拜拜 拜拜對 香的味道 或是 有人吃早餐對不對 那個味道就是會跳出來 所以 同學這都叫做什麼現象 破散 所以以後會用這個名字 不會 我今天教你了什麼叫擴散 好 那我們來整理一下 擴散有哪些重點 第一個 它是我們剛剛說 它是由高濃度 往什麼 第一 第一的往路 阿 不要記得阿 阿 好 第一個是高濃度往低濃度 第二個 這個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同學你要記起來 這個過程 請問 如果我今天都不要開電扇 它自己會飄出去 會 會 你不用做任何事情 它自己就會飄出去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過程 你會需要額外消耗能量 不用 不用 當然你吹 你吹電扇是讓那個速度更快 但是它怎麼樣 不需 不需消耗能量 也就是說 這個是自然而然的什麼 發生 生命 生命 這不是生命現象 這叫做物理現象 因為它是自然界的法則 它跟分子的運動的關係 它是一種物理的現象 所以 就算你是沒有生命的東西 會不會擴散 會 會 你把一滴黑墨水滴到清水裡面 那個墨水慢慢點亮 散 擴散 整杯水都變黑黑了 然後什麼人會擴散 物理現象 什麼叫人 不過其實擴散 不過其實擴散 也可以用在很多層面 比方說 那個流行會不會擴散 會 或是病毒 剛剛同學講病毒會不會擴散 可能有人感冒 像登格熱以斯會擴散 對不對 因為有人生病 然後那個病毒就慢慢怎麼樣 蚊子去打開 對 蚊子傳染了就擴散出去 所以其實很多事情都會擴散 但是最原始的定義是 是指的是一種物理現象 就是物質 它由高濃度 物質由高濃度 軟低濃度的方向移動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叫做擴散作用 可以嗎 OK 先幫我切一下 先幫我切一下 幫你切掉 那你應該入贏了 那你應該入贏了 幫你了 你的手